除了关注H7N9西澳首府博斯的一家养老院 传出有几位老人确认感染的H3N2 外院方透露其中一个老人的探望家属 曾经到过香港疑似病毒来源 这家爆发流感病例的养老院 位于珀斯中央商务区附近的亚历山大公路上 1月2日里面的一位老人确认感染H3N2病毒 据内部员工透露 最早确诊感染H3N2病毒的老人叫艾伦 新年期间 艾伦家人来看望她的时候 她吃了她5岁孙女给她带来的巧克力 并亲了她的孙女几下 这个5岁的小女孩圣诞节期间曾去过香港 回澳洲时有流感症状 艾伦等看望她的家人走后随即病倒 艾伦现在正在珀斯皇家医院接受治疗 这家养老院随后又爆出几例感染病例 大部分是H3N2病毒感染 有几例为H1N1感染 现在确诊感染禽流感病毒的老人已被隔离 在接受抗生素治疗 西奥卫生厅对此次流感爆发非常重视 并将介入调查 新唐人记者楚云飞 李新宇 澳大利亚珀斯报道